《蘋果日報》2009年7月23日報章 E.零百名彩論壇G.G.世語拜佐丁山賽馬與慈善增加馬跪賽馬日, 是否會增長到封?佐丁山就認為不會,但一些社工、宗教人士、教師就說到一定會, 大家意見不同,本來沒什麼好爭,但有一位議員黃成智慧抗議增加賽馬日而絕食, 好似大陣仗一點吧!老友余伯樂批評黃成智濫用絕食億增其醜,可以這麼怒氣! 原來余伯樂是新界東選民,2004年頭獎募一票,送他入立法會, 到了2008年,民主派在新界東告急,余伯樂以道馬的精神,左到右到, 認為掌務梁國雄學識深厚,見識卓越,有大把之陰人,可以穩陣當選, 而鄭家富掛頭牌,機會很高,於是自己主觀分票,投票給黃成智! 假如黃議員只是反對增加賽馬日,平馬人余伯樂不會生氣的, 怎知黃議員居然為小事絕食,余伯樂就說以後不投他一票咯! 一於繼續支持掌務,黃成智爭是註冊社工,競選時剛好不是,被人秋後算賬,未免尷尬! 至於黃議員現在是否是註冊社工?左丁山吾知,無興趣追查! 有一些社工在報紙發表文章,指增加賽馬日與增加賭鋒有關係, 則不知有何數據支持,0809年馬季的賽馬日數及長數, 肯定多過0607年馬季,記憶所及,12年前的投注總額超過900億元, 以上個馬季只是超過600億,約以總投注隨以總長數,即每場平均投注額,走勢一定向下, 而入場馬迷人數亦反覆向下,故此某些社工之言,不知何所見而云然。 一位社工講道賽馬與慈善捐款,指出慈善捐款應否與賽馬掛勾,就是深層問題了。 值得反思,這個支援慈善的機制,環顧世界,似是香港獨有。 香港那麼多社會資源團體,聘請不少社工,而好多資源社會服務團體每年得到馬會慈善撥款捐助, 真正真心反對賽馬的社工,理應反對雇主機構向馬會獲錢,要自食其力,另行籌款,或要求政府增加資助、津貼, 總之吾要馬會嘅錢,反正馬會一年捐款十億元,話多不多,話少不少,特區政府大把儲備, 每年在預算中增撥十億元給社會志願慈善團體,完全取代馬會撥款,照計並不困難,如此一來,社工反賽馬就可以更加大聲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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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